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有人说 每个人的出现来到你的身边 都会有他的使命 那么咱们现在来默念一个人的名字 看看他来到你的身边 将会带给你什么 他的使命又是什么 请大家默念对方的名字 双击牌面 选出一组最有感应的牌 从左到右 一二三 好 咱们现在开始讲第一组 好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组 看看选第一组的宝子 你默念的这个人 他来到你的生命里 他来到你的跟前 将会带给你什么 首先从整个牌面上来看 出现了两张大阿尔卡纳牌 一个道调人 一个月亮牌 这两张牌显示 这个人 他来到你的身边 是那种 他这个人 是有种很强的 掩藏自己的一个欲望的一种感觉 他不够坦诚 这个人很理性 这个人 但是说他对你的付出 还是有的 他很关注你 因为这个道调人 他是一个 就是说痛苦的 牺牲的一个精神 说明他有些心事 他不方便公开和你说的 但是说他在默默的 为你付出 默默的 就是 关注着你 这个人 有可能你们之间还没有 正常的沟通 也没有说是那种 像情人似的 也没有 甜蜜 也没有伤害 但是说这个人 他对你是那种 朦胧的 暧昧的一种感觉 他很赞赏你 他和你之间 并不一定 要走到情人的一个关系 但是说他对你 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认可 因为整个牌面 除了两张大阿尔卡纳牌 另外是四张全张牌 四张全张牌显示 他对你是非常的 就是说喜欢 还是对你非常的 就是认可的那种 他全心全意的捍卫你 不管谁说你的话话 他都能够站在你的立场上 把对方给顶回去 说明这个人 他是你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为人的形象 如果说他岁数比你小啊 那他也是一个 很好的小弟的一个形象 他对你忠心耿耿 对你是那种 只有付出 并没有想要 得到诡报的一种感觉 这个月亮牌啊 也代表他心里 对你是那种朦胧的 那种暧昧的一种感觉 但是说有可能 他也不知道 他将要把你放在 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因为月亮牌 也代表方向感不明确 你看这个倒吊人 他是一个头下脚上的一个姿势 所以说他也不能说正常的追求你啊 正常的为你付出啊 是那种感觉 但是说他这个姿势 你看起来是很痛苦的啊 就是 他的脚在这个树上 掉着 悬挂着 是个倒吊的一个人的形象 所以说这个姿势是很 那个 不舒服的啊 但是说他这个脸上啊 看起来还带着微笑的一个表情 说明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就是说为你做事 他很开心啊 他很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 那拳杖期也代表坚持捍卫 所以说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啊 是非常重要的啊 无论你是他的领导啊 或者是他的同事朋友啊 他对你是那种百般的一个信任 一个尊重的一种感觉 最后这张全章四啊 也代表他对你是那种 就是希望你幸福 因为全章四是一个完美的 一个家的形象 开心快乐 两个人一起幸福的生活 他希望你快乐 如果他觉得恨你不行的话 但是说 你们之间不能达到婚姻的话 但是说他希望你 这一生都是平平安安的 因为四号牌一般都是很稳定的 所以说他也希望你 一生都是平安快乐的 都是非常稳定的 这张牌上面对应的全章一 也显示啊 他曾经鼓起影迹 就是说 很想要向你走去 因为全章牌 一般都是很直截的一种表达方式 很想向你走去 但是说他有可能啊 就是把这自己啊 就是心中憋得都冒火了那种感觉啊 因为本身全章牌就是活的元素 但是说还是压下来吧 因为下面是一个全章四啊 全章四代表他还是希望你幸福 如果今生有缘的话 那他当然是想要和你长长久久走入婚姻 如果没有可能 他是会默默的祝福着你 远远的观望着你 守护着你的那种感觉 好 那这个就是第一组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第二组 好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二组 看看选第二组的宝子 你默念的这个人 他来到你的身边将会带给你什么 首先从整个牌面上来看呢 出现了一个正位的恋人牌 另外又出现一个战车牌 这两张牌显示啊 他对你的感觉啊 就是想要和你做一个啊 就是说长长久久的 甜甜蜜蜜的这种恋人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这个人他一看到你啊 他就会热血费痛啊 就是那种激情满满 他经常对你是有那种啊 就是说看不见你的时候啊 他的心神图定 总想偷偷的啊 看你一眼 总想要啊 偷偷的啊 关注你一下 这个人还私藏了你的照片 这个照片有可能是在朋友圈里啊 或者是在哪里 偷拍的呀啊 他还私藏了你的照片的一个倾向 因为恋人牌代表 他心心念念都是你 他心中想的呀 嘴里念的呀 牵挂的呀 全是你 他觉得你和他之间就是一个天造地舍的一双人的形象 所以说今生他也没有别的想中的对象 如果在认识你之前 或者是你们之间曾经出现过什么样的误会而导致了 他结婚了或者是身边有人了的话 那他现在也是一个不甘心的情况 他心中啊 对你是那种很强烈的默默的一种想念 默默的一种就是占有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这个人 他的心思啊 全在你的身上 这个圣碑启示啊 也代表他 总想和你表白 总想要走近你 因为这个圣碑启示 他就是一个向白雪公主表白的一张牌 所以说当他款款的走向你啊 内心激荡着那种想要爆发的那种情感的时候啊 他总是会觉得 面前的你是那么的美丽啊 是那么的善解人意啊 他也觉得你是他心中最帅气最伟大的一个人 所以说他对你的这种惦记这种想念 总是啊会让他夜里睡不了觉 然后白天也是吃不下的啊 这种牵挂啊 已经让他觉得就是忍受不了的那种感觉啊 站车牌也是非常迅猛的一种感觉啊 就是这种想念的情绪啊 就像一个就是大海一样 把他吞目了啊 他总是会觉得有一种很强的 占有的一个欲望 很强的 就是说要把你抱入怀中啊 把你就是说 紧紧的压在身下呀 或者是想要做一些情人之间 更猛烈的这种吃苹果的行为啊 所以说他每当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 不管旁边有没有人 他对你的这种幻想是非常强烈的 因为他对你就是说太喜欢了 啊总觉得那对你是那种一见钟情的一种感觉啊 你所有的这种特质啊都是他梦中情人的那种特质啊 他对你这种喜欢的情绪已经是达到了钉峰啊 他觉得没有人可以和你相提并论 也没有人能够啊 呃 占据你在他心中的这个位置啊 所以说不管他目前的年龄有多大 你如果说啊可能啊他岁数那么大了啊 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啊当然他对你嗯这种强烈的想念 他没有对你说啊 啊不代表他心中没有电击 所以说这个人他在疯狂的想念着你 特别是久后啊 啊这种想念的情绪简直就是要爆炸一样 所以说这个人他来到你的生命里 就是想要和你完成今生的一个嗯阴阳结合 所以说他对你的这种喜欢嗯有可能你对他也是不排斥的 不讨厌的对他也是有惦记牵挂想念的情绪 所以说你们之间有一种双向奔赴的一种感觉 好那这个就是第二组下面咱们来看一下第三组 好咱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组看看全第三组的宝字 你默念的这个人他来到你的身边 将会带给你什么 哎呀这个人呢 首先从整个盘站上来看呢 出现了三张大阿尔卡拉牌 一个教皇一个女皇一个世界 这三张牌显示他 但这个世界牌是给你为的啊 是个反着的形象 那所以说嗯 他你们之间呢 是一种很好的合作的一个关系 走不上走不进那种 真正的情人的关系 虽然说他对你是非常喜欢 你在他心中是一个女神一样的存在 教皇牌也代表啊 他对你是非常的尊重 非常的啊就是认可啊 教皇牌也代表是一种 就是他向你学习的那种状态啊 因为教皇也代表一个老师的形象 说明他觉得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一个值得他学习 值得他尊重的一个形象 但是说你们之间最后的结果不是很好啊 你为的世界代表这个结果 总是不满意 总是处在轮回中 啊总是嗯 就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 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啊 你虽然在他心中女神一样的存在 他对你也是什么 嗯对你也是非常的 就是那种尊重爱护啊 但是说他心中啊 是面临着一个选择的啊 这个权杖二代表他总是 他手里拿着两根权杖 你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他拿不定主意啊 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做 有可能他身边已经有人了 有可能你们现在是工作啊 合作上的一个关系 他抹不开啊 总是觉得你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的一个样子 总是会觉得 你们两个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说他心中 虽然有那种很强的 你看觉得你们两个是非常合适的啊 非常的能够就是说 嗯白头偕老的那种感觉吧 但是说他是不敢表白的 不敢往前走近的啊 你们之间是那种生意场上的 或者是同事上下级啊 这种合作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他觉得停留在这里就行了 但是说他内心也是克制不住 对你的这种喜欢的 因为人一旦喜欢就像这个洪水开了闸一样 一旦嗯这个人占据了内心啊 是就是说是不容易在把这个人 从心中啊两根拔掉的 所以说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啊 啊是非常的重要的 也是置顶的一个位置 对权章骑士也代表他对你 呃是那种非常向往 也非常的 你渴求的那种 啊 无论有没有问题啊 他都想要啊 在你跟前就是咨询一下啊 喂一下啊 这个事情怎么做呀 啊 其实他心中是有数的啊 他就是愿意和你聊天 就是愿意和你 那共同探讨一些事情 因为近距离的接触 让他有一种心灵上的满足 啊 他这个人虽然说是也是很不错的一个 很 就是说人见人爱吧 也是一个名声很好的一个人啊 也是很多人想要和他啊 交往的一个人 但是说嗯 他觉得和你在一起 心中是非常踏实 是非常满足的 他总感觉的 就是现在你和他的这个关系 嗯 是不满意的 嗯 想要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感觉 具体他想要的什么样的感觉 他心中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所以说你们总是处在一个反反复复 轮回中啊 你心中也是会有一种 啊 就是 不知道他具体要做什么 的一种感觉啊 因为这个世界派反味的啊 反反复复 总是没有达到心中想要的那种结果的一种感觉 好 那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占卜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 关注一下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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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